共军对台威胁与日俱增 从中东战争到近期的乌俄战争 不少战力都显示 开战之初敌军必然以轰炸机场跑道 作为首要目标 以取得空中优势 和解放军近年发展精准打击火力 火国目前为楚国道一号 以及台一线上五处战备道 即使都已经完成军机起降的验证 却都在共军飞弹的射程内 为了增加跑道存活率 空军有意借着东部台九线的拓宽工程 再规划第六处战备道 借着中央山脉的天然屏障 抵御敌军飞弹 专家普遍看好相关规划 但也提议应该解决高速公路 补给不易的问题 也应该增益抢修的速度与能力 各军飞弹轰炸乌克兰南部城市奥德萨 摧毁机场跑道 打击乌军后勤补给与西方军援路线 梦想号停在基辅近郊的安托诺夫机场 由于战略位置极佳 开战第一天就惨遭俄军占领 乌俄交战之初 俄国派遣精锐部队空将军 突袭距离乌克兰首都基辅 不到十公里的安托诺夫机场 现在战争当中战术战法的应用 机场跑道必然成为敌军的第一波打击目标 如果说你能够把敌人的飞机压制在机场 让它完全没办法起飞 那你的空优 夺取空优的压力就减少很多 掌握制空权等同近乎掌握战争节奏 在台澎防卫战当中 维持战机起降补给的战备道 也是防卫部署的重中之重 你看乌克兰其实它的机场都被摧毁 可是它的战斗机仍然可以从很多隐秘的地点 继续起飞迎战 那它也是在运用这个道路在进行起降 所以运用这个道路作为战备道 其实是一个现代战争中 你必须有考量的问题 解放军它现在对我们的威胁 已经不是只有在西部这一带的机场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航空母舰 或者是它的一些其他的船舰 都有从西太平洋这一边 对我们进发进攻的一个可能 所以如果是我们在东部机场 遭受攻击的时候 我们会自然会需要 这一个第六条的一个战备跑道 加山基地2022年罕见曝光 空军第五连队在洞库内 模拟战机F-16弹药整补作业 而向美国购置的66架F-16V战机 未来也将入主台东制航基地 共建绕行台湾东部海域越趋频繁 防御纵深放眼东台湾刻不容缓 空军司令部在三月间就曾表示 配合台九线拓宽工程 会将战备道纳入规划 再先立法院东部增设战备道 与否的相关讨论 例如说花东重骨的话 因为它有地形上面的优势 它两侧都是山 可以比较隐秘 然后它也有比较笔直的公路 只是说它的路幅不是那么宽 大概就是一线道 然后加上旁边的机车道 所以它目前的道路条件 是没有办法做战备道的 学者书孝黄指出 以台一线的加东战备道为例 长约三公里左右共四线道 陆幅总宽大约42公尺 实际能提供起降的宽度是24公尺 约略符合机场跑道的起降标准 而台九线目前除了陆幅 战备道路段选址与周遭基地 是否能够衔接得上 也是考量重点 就是所谓的战备道 要能够有足够的运作性的话 它的对于周边支援基地的可达性 是非常重要 如果说今天以像花东来说 从花莲到台东 你开车可能加起来 两个机场之间开车 开车要大概四个小时 那这个跑道刚好在中间 那好 那大的问题来了 到底归谁负责支援 而且即便支援的话 它要赶到现地 时间也花得非常长 花东目前四个机场 分别为花莲的空军花莲基地 以及嘉山基地 还有台东的丰年机场和制航基地 专家施孝伟认为 除了临近花莲基地的台九线之外 台东基地附近的台十一线 也值得考量 是否拓宽 拉直 建设 战备道 我国主力战机包括F16 幻象2000 IDF 以及E2K鹰眼预警机等 近二十年来 在位于国道一号的彰化战备道 民雄战备道 麻豆仁德战备道 以及台一线的嘉东战备道 都已经完成战机起降的验证 不过专家忧虑高速公路段 暂时后期油弹的补给 恐怕缓不济及 因为像现在这个战备跑道的问题 就是它可能都是在 高速公路上一个独立的路段 附近并没有相关的联络道路 能够直接连接到这个战备跑道 因为你以战备跑道来说 如果真正作战的时候 你有需要各种的这种特种车辆 还有包含这个举弹车 油料车等等 困扰就是你的这些后勤的装备 你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用 这个车载的方式运过去 可能需要直升机 可是你如果真的在战时呢 其实军用直升机 不一定有时间能够调夺 来协助机场调运这些东西 因为它可能有其他 更急迫的这些战备任务 除了后勤易打性较低 可能延迟恢复弹药装挂的速度 另外共军近年 中长城投射能力的提升 西部五条战备道 都在共军弹道飞弹的射程范围内 对我国防空威胁倍增 像例如说专门 用来攻击机场的武器 它有这个专地的能力 或者是这种所谓的刺弹线 它就可以撒布一些 小型的弹药 然后因为机场跑道 毕竟是大面积的 你如果打出一个洞两个洞 未必会完全影响 这个飞机机场的运作 但是你如果说能够 全面的这样子撒布下去的话 那可能就会在机场的 跑道的清除跟抢修 就会造成一些困扰 东部兴建战备道 对于解放军部署的飞弹 自有中央山脉作为凭证 西部战备道如何突围 譬如说你要在附近能够建 这个包含像油管 然后呢也要像高速公路上面来讲 你要能够让好这个整备的车辆 能够更易于抵达这个战备跑道 其实如果对于现在 中华民国的空军来说 跑道数量当然是越多越好 那其实也为了要抵消 对岸的这个弹道飞弹的 这样一个数量 现在空军它比如说 会让每一个基地 每一个基地它会有一条 跟主跑道平行 而且等长的这个滑行道 空军会把它那个升级为 这样一个跑道的标准 起降跑道多多益善 而有专家认为 抢修能力的训练更行重要 在西部如果你在有更多的 战备跑道的话 固然在账面数字上面 或许可以达到一些作用 可是今天在西部的话 很明显它就是会接受到 解放军飞弹的一个攻击 所以我们应该要去 具备的能力 应该是机场的快速维修 或者是紧急降落到 或紧急的战备跑道的一个 机动上面的掩护 或者是补给上面的机动调整 那另外就是在东部这一边 或许也是我们可以接下来 去关注或者是去发展的 这个方向 其二其实可能就要去思考 空中加油机的问题 像我们的F16的飞行员 基本上都具备空中 受游能力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能够有空中加油机 可以让你的F16升空以后 它在空中的时间 因为跑道受袭 然后它可以在空中延迟 一段在空中的时间的话 它就可能可以撑过 要命的120分钟的时间 西部战备道建设 随着国道一号开通 已逾40年 随着时空变迁 相关的部署思考 势必更行复杂 专家大多肯定在东部平面道路 增设战备道的构想 国防部长邱国正则回应 兴建战备道的原则 必须是地方政府或相关单位 兴建道路才会评估僻建 但对国军有利会极力促成 目前军方正在评估台九线 关山池上路段 但由于未来可能有陷高陷阱的问题 台东出现了反对的声音 要完善华东战备道的拼图 还有赖军方与地方协调